13号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13号 我叫刘浩军 来自天津 先居住于上海 是一名少二形体老师 你前面说 你说你不希望 另一半监督你减肥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界定瘦和微胖的 还有你觉得多高算胖 多高算胖 回答他 多高算胖 多高算胖 你要是一米六五左右 要是一百二 一百三 可能就有一点点的微胖 一米六五 一百三 那跟孟老师体型差不多了 你做错什么了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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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 他就说1米65 120到130激发了集体灭灯 这个逻辑我也没搞懂 来 我找一下 来 3号 是这样的 因为我记得在前面 他有说过 有一个女孩子问过他 说那你能接受你女朋友胖吗 他说可以啊 都是我一口一口喂出来的 但是在他的认知范围里面 他觉得1米65 120斤 已经算喂胖了 但是其实1米65 120斤很正常 是 我是觉得是 我是微放 但并不代表我觉得我会嫌弃他 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13号 你问这个问题是想显得你很瘦 还是怎么样 不是 我是觉得一个对身材 很苛刻的男孩子 应该很自律 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你就是被他害死了 开个玩笑 没事 谢谢 谢谢 谢谢